安徽也有可以跟瑞士相媲美的美景吗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曾说过 世界上只有瑞士可以与我的家乡辉州相比 辉州的美确实是一世独立的 而西安江正是辉州美景的精髓所在 作为辉州的母亲河 西安江沿岸孕育了众多古村 如果你有时间 下面我要推荐的张潭村 可以算是这条山水画廊上的高潮部分 张潭村位于黄山市设县的深渡镇 开车到张潭村对面的码头 可以跟着当地村民一起坐船进村 如果你带了无人机 整个张潭村 西安江在这里画上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就像一把弯弓 将张潭村紧紧地揽入怀中 走在村中的石板路上 两旁的明清古建 保留了徽派建筑最显著的特点 传说这里都是汉代名臣张良的后代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在张潭村的红庄馆里 欣赏到旧时辉州大族嫁女的壮观场面 以及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下第一轿 在红庄馆后面 有一棵千年古章树 树干需要至少十人才能核报 传说当年张良去世后就葬在此处 他的亡灵孕育了这棵古章树 世代守护着张潭这片避世的乐土 若时间充裕 你也可以沿江而上 解锁西安江两岸的更多美景